不過這個時候呢 雙北市長可以說是槓上了 主要是因為侯友宜喊出 該封城就封城 那麼就說呢 這是最壞 在做最壞的一個打算 你要做最充分的準備 好 那因為提到封城了 所以很多人都很慌 那柯文哲就憂心說 你這樣子喊話 你不是在製造恐慌嗎 不過我們要告訴大家 如果真的封城的話 那到底市民的生活 會受到哪些影響呢 帶你來看 日前才說該封城就得封城 侯友宜重申立場 但隔壁的台北市 這回也爆出萬華群聚 市長柯文哲 卻還是不想鬆口 還是那句話 政府做必要的防疫 但是不要去引起 自己去製造太多的恐慌 不過未來 萬一需要用到最壞打算 新北市民不僅不能搭乘 大眾運輸工具 每星期最多只能外出三次 就連餐飲外送都得被迫站齊 一旦封城像是攤箱 餐飲旅遊 電影院還有健身房等生計全都會受到影響 這層到底封不封 各界看法不盡相同 只是接在疫情升溫後 拋出封城說 防疫物資搶購潮 又出現侯友宜只好再上火線 要安定民心也得確實防堵疫情擴散 被視為全臺縣市防疫領頭羊 新北市下一步會怎麼做各界持續關注 華社金融葉豐瑋 陳英文 黃瑞琳 台北新北報導 好